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黑暗无道之事 有可保全自我 庄子自臣所属时代 就连保全一己生命 做到身心无伤也难 能求的 就只剩下免于灾祸刑罚了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 人能拥有的福分比羽毛还要轻薄 飘忽不定 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承接拥有 可惜灾难祸患却比山河大地还要沉重 想要闪避 却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全身而退 时隔两千余年 地球的此端比喻 像养其身 中其天年 温饱安住于天地之间 已经能够轻而易举了吗 或仍然属于艰难无比的奢求呢 凡人都想出色 却未料聚光灯下 得众人艳羡的同时 树大招风 亦成剑拔 谎论举世浑浊 亦服当官 言人之不敢言 接人之不敢接 举人之不敢举 奈何权贵犹在 壮世几环 只能反本全真的掌养心身吗 仍可反本全真的掌养心身 在最黑暗动荡的时代里 心灵是唯一自主可耕的沃土 潮流浪尖 名利两盟 谁得显理会那形体智力变形之人 不被视为构格的对手 也就不会成为处心积虑 竞争算计的对象 而最好如同智力变形之身般 别被视为对手的有其指形貌 才能如是 专业如是 德性如是 低调 低调 再低调 如果生当乱世 庄子如是 下一段其实是 庄子非常经典的一段 很多人都会提起这个人 在初读庄子的时候 我实在不了解 庄子为什么要让一个叫做支离书的人 长得这么地可怕呢 那你们不只是丑怪 是可怕 可是读久了以后 你就明白了 来 我们先来带大家进入这个段落 同学先念好了 感受一下老师讲了 这个支离书非常可怪的人 是什么样一个人 是什么样一个人 知理书者 因天自习 天高于理 唯入罪之天 无关在上 两天危险 错罪自信 祝福于无法 诚四世世世人 上得武世 则施力荒 义于心坚 上有大义 则施力荒 藏吉 不受控 上于命者主 则施力荒 负重于十数期 古之力气请者 总之力免其身 同学我们来看知离书了 知离书者 有一个形体知离变形的人 大家因为这样就换他叫做知离书 当然这是一个解释 你可以说他姓知名离书 知是一个姓哦 所以也是可以的 可是因为可能这个姓比较少人用 所以一般的住家都把它解释成是它的外号 以隐于旗 各位同学 你们这辈子看过驼臂的极致是驼到什么地步呢 我这辈子看过的极致就是知离书了 以是下巴 它的下巴驼到隐藏在肚脐的地方 各位我不愿意做示范 因为真的太惊人了 肩高于顶 它的肩膀因此比头顶还高 这是驼脖子的极致吧 我常嫌我学生打电脑 看荧幕 打电动 把脖子都弄歪了 像个妖兽的一样 那个字的上半段 可是比起知离书 哎呀这是小屋见大屋了 慧罪止天 这个慧罪呢 历代两个解释 一个是大椎穴 大椎穴 你摸摸颈子后面 最大的那个骨头 颈子跟身体相接的地方 另一个说法说 慧罪讲的就是法纪 我们在这选择法纪 这个解释 整个法纪朝向天空 脑后勺的法纪是指向天空的 这一整段都在描述 哎呀 它是驮得太严重了 可为什么选择这个样貌 同学还记得养生主 庄子告诉我们 你的身体要锤炼 你的心身要生静 你的身体最好维持在 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啊 原都以为经 那如果这样知离书 不就是最远离 原都以为经的人吗 继续看下去 无管在上 同学将来如有机会 学习传统医学 传统医学不是要让 当中医的人学的 古代非常多的医书 他们读医学医的目的是 不为拥医所悟啊 那你有机会学习传统医学啊 你会知道 我们人的认读而迈 足太阳膀胱筋 在背后这个区块呢 有所谓的五脏书 背后就是督脉 还有足太阳膀胱筋 在脊椎骨的两侧 五管这边指的就是五个书穴 我们称它为五脏书 心肝脾肺肾 也就是这五个穴道 是跟你五个脏腹 有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联 那正常人 这五书穴是在背后嘛 可是呢 我们的指理书 它拖得太严重了 所以它这五个穴道 是朝向天空的 两臂为鞋 各位 甚至 臂是大腿 甚至它的大腿骨呢 已经跟什么贴在一起 分辨不出来 位置一样高了 就是鞋 什么叫鞋 鞋 两鞋 这岂不是中医的少阳症 病位所在 那就是胸鞋两排的肋骨啊 都跟大腿贴在一起了 各位 用一大串的蚊子来描述 它的身体有多么的支离丑怪 那这样的一个人 就在你看了《瞅目结舌》的时候 他开始告诉你 他的生活 他的人生 可以有怎么样的目的 可以有怎么样的意义哦 错真置现 错真置现 这两个词讲的都是做针线活 他说呀 这礼书平常靠着帮人缝补衣服 做做针线活 足以糊口 他就可以养活他自己 其实有时候我们一路走来 从幼稚园小班中班大班 小学中学大学 我们好像不太记得 我们人有一个很基本的工作 那就是养活自己 对不对 基本的 其实我们在求学的路上 我们常会忘记人士 尤其是如果你家里环境比较好 不需要你出去挣钱的话 可是这礼书他不只可以养活自己 多么不可思呀 古策 这个策指的是 记录补试的结果的检测 记录补试结果的检测 古策 这个词汇 跟布金这个词汇 意思都指的补挂算命 他还有一个特长会算命 算命也赚不少钱哦 台湾现在算命的价格 几百的是街头的 没有名号的 有名号的应该都是两三千以上的了 所以他会算命 足以四十人 这个四当动词 养活 他可以养活十个人呐 你说老师啊 看起来不是个王老五吗 王老五不能养别人啊 不能润养啊 不能造福更多人啊 对不对 所以就看到不得了啊 他心里这么丑怪 怎么还能够养活自己 还能照顾这么多人呢 那你说上征武士 当国家要征招男兵来当战士的时候 他怎么办呢 没怎么办 在一旁梁快去 智里仰臂于其间 这什么叫仰臂啊 就是转起袖子露出胳膊 你看哪个阿兵哥不是穿得密不透风 站得打直 可是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智里书就像个闲人一样 从旁边晃过去 事不关己到处游走 觉得这人太介意了 尚有大义 什么叫大 左传里书 国之大事为似于荣 在古代祭祀跟战争是最重要的事 那现在有国家发生战事了 应该全民皆兵 南兵都要当兵 要服劳役了 则智里又长级 他有一个常年的疾病 不受功 这个受是承受接受 这个功是工作 他不被受征召 服劳役 怎么辛苦的事都没他份呢 你们从一开始觉得他很丑怪很可怜 看到这会儿人觉得 好像也不赖啊 还有福利呢 上与病者素 等到政府要发放米粮 救济贫病的时候 这支离书啊 则受三中与十树心 他居然配到三中的两个东西 三中多少你们有概念吗 三中是一中是六湖四斗啊 那一斗是多少升啊 一斗又是十升啊 十升你们有概念吗 我因为学传统医学 在正经时代 讲七升水 煮成三升 就是七碗水煮成三碗的意思 我们现在就这样操作了 所以我可以 虽然我不是搞这个古代的明物制度研究的啊 我依稀仿佛就想 这个三中的六十四斗 就等于一百九十二 六四乘三一百九十二嘛 一百九十二斗 大约就是一千九百二十碗 在座会做饭的同学 一千九百二十碗米 可以煮成多少饭 你们知道吗 乘以二 哇 吃不完哎 这么好 每年发放 你这时候忽然就不太同情他了 服务之离其行者 一个身体之离变形的人 他还能够 游足以养其身 终其天年 他能够免除祸祸难 安养自身 好好地活到命中该有的岁数 下一句话是重点咯 右旷之离其得者乎 各位同学 一个人太健康了 要惹人厌是有限的 因为你可能看起来比较品拔 比较健美而已 可是一个人很有德性是吧 别人不敢讲的道义 你敢讲是吧 这是有危险的 不分古今啊 而庄子 整个庄学 整个道家 我们修养的是什么呢 一个修养心斋神明的人 这样的人 他其实他所有的德性涵养 不是要做给人看的 不是像那个野门死其亲者 对不对 因为爹娘死了 有人伤心到哭出肋骨 就军王给了个贬 加以表扬 接下来就有人跟着哭了 他不是这样的一种德性 不是那种要给人看的德性 他早就忘记别人的眼睛 耳朵在看在听的那些德性科目了 他自然就不会把种种的德性 显露在他人面前 我忽然想到我的学生 你们的齐神明作业 有同学在宿舍里面练习齐神明 他不但不希望同学知道 他好怕同学问他 你坐在那儿干嘛呀 所以你怎么可能去用这个来炫耀 我齐神明现在都没有念头了 你知道吗 没人会炫耀这个吗 所以是非常低调的 这样的德性在别人眼中啊 那不就像支离叔的外貌一样 不受亲爱吗 搞不好你本来 你书卷奖的同学 本来把你当成个假想敌 他会亏似 去打听你最近在宿舍干嘛 那家伙修了一个蔡明明的装子 整天在宿舍齐神明 他听了安了 眼睛闭起来 没看课本 没算为积分是吧 非常放心啊 好 他说啊 这样的德性在别人眼中 就像支离叔的外貌一样 不受亲爱 也因此能够软离或患 反本全真 好好的智力掌养 异己的心神 好 支离叔这个桥段就到这儿 同学 你在上庄子以前 可能最羡慕班上的风雨人物了 可是你读着庄子 你会不会有不同的感觉 你看到那个风雨人物 你看到班上最漂亮的女孩 哇 你等到台大四年 好不容易有个傻子来追你 怎么那女孩身边就像苍蝇一样的 十个百个人在绕呢 所以你只要一想 照之于天一样 一百个人来追的人不是很可怜吗 他要判断哪个是真面鞭子 很容易看错 对不对 像你多单纯啊 就一个人对你好 就像许了终身 所以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是有它的优势的那一面 有它你乍看觉得不幸的那一面 读了庄子会让你觉得 日日好日 世事好事 人人好人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